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件导入好的 那一个就我们我已经把那个sonywest文件先导入了是一颗那个小猩猩小猩猩的话sonywest的话反而这样导入很快但是软件打开比较慢那sonywest的那一个一样就是说反而你现在看到哪反而两个概念一个就是整体整个这样子但你现在看呃零件不多所以全选起来呃不会那么怎么讲的不会那么就呃时间不会那么久呃对因为有时候里面 这个面就上面这个面后呃就面越多的时候你全选的时候那那对软件来讲那负担其实是非常大的电脑当然电脑也就更不用说了那呃那一个上颜色的时候通常默认就这样种颜色嘛对吧那其实你们平常也能看得到就是说你反而一点这个addy appearance addy appearance以后然后你会看到右边的这个小区左边的这块不用管它反正很呃没什么用也sonywest反而是这样子你里面贴玻璃的时候你换到那一个 嗯 可以说里面比如说呃我现在选一个透明的吧好吧啊我就透明吧gloss对吧那那这时候你会去选说啊啊整个的 打勾对吧也可以怎么样啊然后你又看到了对我现在整个透明的对吧那透明的时候呢我放到qshare里面会不会整个透明的会的没没错的但如果是那做一些区别的时候我们先先放个别的 第一次的时候你直接按那个材质他会整个给你变那现在第二次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有这样子一个小区对你看 同样的快反正就你可以去选择你看这个bodybody就整个face那就一个那这样子吧我我就再来一边我就再再呃对做重复动作对我就这边对 单面呃单边了后面那边没有也就是说我就这几个就同类型的面上色那save我就save as 那所以说反正就是呃如果你说有时候就软件里面看你不渲染呃我觉得没有问题反正就是啊通常这样子做就pinscreen就是像那个比如说我现在我说youtube我上传影片就做上面那个输略图那这种我觉得没有问题反正你就现在这样子pinscreen然后存成那个jpg对吧是ok的我觉得那现在呃但是通常如果是说你是做你就不做的图比较大而且要求比较精致 那就那就那就那一个啊好吧我从今天再导入一遍有东西忘讲啊对那就还是要渲染一下会比较好一点那这样子啊soniverse的那一个啊orientation就是说他的一个主轴的话是y啊rhyno那种会是那个set啊所以呢就是这样子那一个这些adjust camera to look at 就是说那一个就说呃就根据那个几何形状然后去调整你那个镜头他是这样子一个意思那这样的话反正就是默认设定就好了然后你直接点反正你确定这个是y就好其他的就是keep original不要过为什么因为场景可能他是固定大小的但是你物体不同大小的话你除非你对整个场景掌握得非常好但是很多时候是用不同的场景 所以说呃基本上就像那个摄影棚你就想像摄影棚无线放大但是中间的物件他是固定大小就这样子啊然后呢这样子你看到哎我刚刚feel的那个材呃材质对这块黑色这块透明的嘛对他就呃呃怎么讲就是说同样会呈现了那我现在时候我们去贴的不同的材质对他基本上都会那个显示出来但是反正就是说你记得呃反正就是两个东西呃就是 就是那边呃呃这边如果你说你自己贴好那个材质对吧你就这样子截图没有问题的肯定是只是说渲染真的只是为了那个更好看一点当然那个如果能做影片的话就更好了因为击缺好做影片功能后面我会讲那基本上就是送人说话导入就是这样子很简单比万有稍微简单一点其实反正就是说记得软件的话是软件是渲染是渲染的事 就是你说你这边设定好不代表说你听说这边可以直接用啊问题就在这里好的那个那个文件导入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有什么问题可以下面留言给我啊好的那一个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